其实能理解 因为我其实之前 也和台下几位老师 私下交流过 我说现在各位老师 其实年龄也越来越大了 我说有没有考虑过 有一天转型做别的工作 其实老师都没有考虑过 因为从事音乐 就是轻易真的是 舍不下这个舞台 所以您当年 在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 一定很艰难 其实艰难也遗憾 看见那些在唱歌的那些 人真的是很羡慕 总想着自己有一天 还能登上这样的舞台 但是没办法 人生不能重来 对吧 挺知足的 我选择的这个服装和音乐 都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而且我始终认为 我说一个女人 好像她的成功 不仅仅是在于事业上 在家庭上 她有另外一种成功的体现 您是一个好妈妈 您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女儿 女儿后来您培养 她学的是什么专业 觉得服装 服装 服装 所以有意地让她来接班 对吗 因为据我们了解 好像姐姐这个服装的 这个公司规模还不小 还可以吧 全国也算是 我创了第一块牌子 全国舞台服装 批发最大的基地 就是全部都是那种 舞台服装吗 是的 哇 怎么才认识你啊 姐姐 你看我这衣服 我就觉得 多漂亮啊 你看 就是还不是特别满意 很好 早认识姐姐 你说我还愁什么 上台的衣服 那个台下这个小妹妹 能以后是不是家里 生意就交给她管了 是的 是的 一会儿我能加个微信吗 绝对加她的微信 要什么衣服 只管说 我能请她上来 有请 详细地交流一下吗 可以 女儿叫什么 龙婉月 月月 月月 来 月月 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阿星的女儿 我叫龙婉月 这个月月从事 这个跟服装设计相关的工作 将来要接班了 对 对这个工作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 能把握时尚的节奏吗 可以 看我这身衣服 怎么改一下呢 你都非常帅了 适合穿什么风格的衣服 要么别人老分不清 我这衣服是我的 还是姜涛的 哈哈哈哈